大家好,我是AP 現在是東京時間凌晨十二點 我今天就會去探望一帶 叫做湖山公園的地方 這裡就是新宿附近 我剛剛是高田馬場JR站坐車過來的 這個區域就被譽為東京No.1的鬧鬼區 連Google的地圖都標明是零二點 今天我們就來這裡看看 這個區域就是湖山公園 其實這裡,以我所知 是有一個叫做雙筋山的地方 雙筋山就比較是一個 都是邪門一點的地點,聽聞 現在十二點的公園 附近不是沒有人的 也有些人走 踩單車,跑步,也有些情侶在這個位置 但就很寧靜 對,我們看看前面 其實呢,有這條路 或者就有這條路 我們就走這條路,看看這條路好像暗一些 那為什麼這裡譽為東京區 No.1的鬧鬼地方 因為這裡就是 在1989年的時候 這裡建了一塊叫做國立感染研究所 我認為鎖地的時候 就可能鎖到一百多具大鞋骨 那也都是在湘泉 好,這些是犯罪的東西,不用理會 你的本書 湘泉呢 就是這裡的公廁 經常會拍到幽靈 聽到公園有些哭聲 還有這個位置其實是 之前二戰 生化部隊731部隊在做人體實驗 所以出現很多不同的故事 很多靈異的故事 這個位置 我暫時應該不用開電筒 其實這裏很暗 但是周圍還有少許人 可能我就照顧這位置 今天來要探望的目的或地方 首先帶大家走一個圈 給大家知道東京市區 其實都有這些地方 還有看一看上根山 現在先找上根山 在哪裏 大草原 霜根山 在哪裏呢 需要找個地圖 有人坐在中間 非常之寧靜公園 那裏 都幾大 這裏很多地方都有塌了的樹 等等 對 為甚麼呢 在哪裏呢 霜根山 嗯 走了一陣 還未找到類似 霜根山的物體 也看不到路牌 唉 即是 在哪裏呢 要找個人問一下呢 東京Number 102 區 到底是真的很多人在這裏見過 還是甚麼原因 其實都在公園 雖然氣氛很恐怖 又黑 其實 那其實 現在這種氣氛 擔心這個 被人打劫 那些 好像更危險 是不是 問完路 就說 在這裏 看看 是不是 好 湖山公園 即我預計 雙根山 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走上去 是吧 欸 難道這邊好像是這邊 看看 啊 今天星期四 是十二點 多人 為何那麼多人 還是星期四多人 相近 差不多是這條路 好了 那再問了另外一位放狗的叔叔 就 非常之熱心 開了電話 找了一段時間 還有錄音 等等都不知道 聽完她說甚麼 那 她就說 我現在走這個方向 再過一條街 才去到那個 雙根山的地區 啊 真的 這個牌 雙根山地區 湖山公園 照常理呢 她就說 這裏轉右 再過一條街 那我現在轉右 去了這個 早稻田大學 這邊 那 我 應該是 這個大學的後面 應該要 兜過這個大學 我現在明白了 湖山公園是分兩區 一區叫大狗堡 一區叫雙根山 那 大狗堡剛才是這樣的 雙根山 聽聞是比較靈異 那 我現在知道怎麼走 在另外一邊 是真的要兜過 這個大學 這個位 去到對面街 才是另外一邊的 湖山公園 那 現在就 十二點四 凌晨 東京時間 原來都 都幾遠 我想要走 走三個字 現在都走了十分鐘 還未到 除了地圖看 其實都 真的有點距離 嘩 同一個公園分兩區 都差那麼遠 走幾個字 又要 那就 差不多十二點半了 對了 夜蘭人靜 剛剛打算說 凌晨的東京 找隻貓看看 都沒有 點字前面 就有隻貓 氣氛很凝重 好了 應該是 差不多了 我猜 嘩 我猜到 嘩 這個區還想過 剛才 我猜應該是這裡 多了 在這個位 湖山 三丁木 好了 那我現在就進去 湖山公園的 雙筋山地區 現在呢 就 十二點半 過少少 東京時間 湖山公園 雙筋山地區 對了 雙筋山地區 對 這個位置 整個區 就是雙筋山地區 是這麼大的 整個區 是這麼大的 那 看看現在 現在哪條路 其實 看看 走就應該走不完 所有地區 這麼大 我們不如就找 雙筋山的路 以我估計 就應該 應該是這邊 對 雙筋山地區 所在地在這裡 嘩我走前 哦 看完圖了 就知道大概怎樣 現在我是在雙筋山的外圍 我是應該要 走上去 其實這裡 不是完全沒有燈的 只不過 這邊 雙筋山地區 就 暫時極度極度少人 接近是零人 暫時沒見到有人 除了剛剛有些車小 那 公園就沒有人了 剛剛大九寶那邊 其實幾多人 哇 這個是什麼廁所 這樣去就被人看完 那些尿兜 對了 剛剛所說 傳聞就是 這些公廁 會 有 哭聲 這次呢 我來到東京 都想帶點靈壇給大家 就不用只是說 只有香港啊 或者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就找些特別的地方 應該在上面 好 雙筋山 好 上來看看 雙筋山 今天我吃了那個 叫什麼 鬼金棒 鬼金棒的拉麵 嘩 嘩了四次 說真的我做了這麼多年人 我都沒試過吃一些東西 是 一些人說什麼菊花著火 我從來沒試過 就算吃什麼辣也好 但是這次真的 我終於 感覺到什麼著火 嘩了四次 最終於第四次 在街邊 就去 安安不住了 就 跑了進去 警察局 警察局 也不可以借廁所 那呢 就出奇 也不是出奇的 香港就是這樣 他們很友善 在那裡 好啊 用一用我的廁所 就不像 香港那邊的 警察 其實 對 上了來一點點 我們 應該 這邊 對吧 應該再上 對 山頂 我應該可以開電筒 這個 嘩 先放下水 我待會下來拿回 好了 先上去看看 不要開電動柱 我怕上面有人嚇到人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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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 糟糕 嘩 砍了手指 很痛 嘩 因為 這裏的吸 是這樣的 它不是平的 它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有時卡住 可以塗下去 所以呢 就卡住了 嘩 好痛 這裡有人 好 好 那 上來這個 雙筋山這邊 地區就是這個山頂 聽物 就 就 這裏是一個靈異地區 那 其實都沒什麼事 上來 都是一張椅子 對啦 還有一位 哥哥在這裏 對 雙筋山就是這樣 轉一下 雙筋山 雙筋山就是這樣 好不特別 下去拿點水 雖然喝光了 開電筒 開電筒 這裏我扔下去了 拜拜 凌晨沒有車 乘的士 課金 我 其實每條影片 其實看起來成本 不是很高 但是 車費 其實車費是最嚴重的 經常都 好 先拿一支水 好了 我們 走前面看看 走前面看看 那就 有又有 沒有就沒有 凌晨 凌晨 十二點半 應該乘九 還是一點 我不知道 東京 雙筋山地區 湖山公園 東京 No.102地區 就是這樣 今天 這個地方 就沒什麼 其實就是荒廢 不是不是不是 深野公園 沒有什麼人 沒有什麼特別 靜一點 那 就不知道那位哥哥在上面做什麼 但是 自己一個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給個訂閱 like share 有什麼就留言說 我們下次 就在youtube再見了 就應該很快 我現在 盡量會出得快一點 好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就是這裏了 國立感染症研究所 剛剛大九寶地區那裏 就說 起了百幾句鞋骨那裏 好了 回去 對 一個 好 representa